大家好,又是Marco跟大家講回這個星期指數其拳的策略 今天的市場來說其實沒什麼特別,比較牛皮一點 是最後的美市的時候才夾回浸上來 以恆指來說,基本上又再創新過去到接近25000點 越來越接近25000點這個位置 其實在過往一個星期來講,基本上你見市場不斷有人在這裡開始暢談 首先說裂口,恆新指數來講,你見這裡我隔了三個裂口的位置 其實市一路升上去的時候,那些人都在說會有機會回吐 比如出第一個裂口,就說回吐到這個裂口 到出現第二個裂口,就開始說會回吐到這個裂口 最新現在,那些人就開始講,就說有機會回吐到這個裂口 我也是一句,做Trader 來說,基本上就要看形勢的 不是說一出裂口,就說那裂口會有機會回補的 因為裂口,其實我以前都做過很多統計 就是你可以一日裂回補,你可以一個星期回補 你可以一個月之後回補,也有可能一年回補 你這樣說回補裂口,是沒有意思的 最重要是現在究竟入得市未,什麼位置出市才有用 最新來講,今早早,即星期日馬克光的時候 希臘左翼的擊中聯盟勝出 就開始會令到市場上擔憂,究竟會否希臘會脫歐洲 令到歐洲危機就會重現,有少少叫做離淡的因素在這裡 再加上之前,那個人民銀行業回購和歐洲央行的買債計劃來說 這些利好消息,某程度上短線來說 我來講短線,其實我自己覺得在市場上升了一千多點之後 都已經是反應得七七八八的了 那你問我在現在的走勢來說 我上個星期五收之後都講的了 這些位置,第一,我不會高追的 我傾向以做淡的策略為主 唯一要考慮的就是,因為歐洲又放水 日本又放水,內地又傾向放水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以色的情況來說 他可能因為有壓力的情況下 他不會這麼早去做加息的動作 他不會這麼早去做加息的動作 因為他加息美元強 其實令到通脹壓力會更加之厲害 所以他有可能會延遲加息 有可能延遲加息的話,某程度上 也是一個利好的因素,令到事情再夾一層上去 所以這是我唯一一件事擔心 如果我假設走,我去做淡 我是擔心因為這樣的藉口 會令到市場再夾多一層上去 但是從直撥的情況下來說 我現在都是那個 我不會去做高追的了 我會找位去做淡 那如果找位去做淡的話 應該要怎樣做呢 那回來回覆旗子圖先 旗子圖來說,你見第一件事 我就會hold住上個星期五 旗子來說,那個低位是24744 假設如果大市跌穿這個位來講 我會做一張積月 即是一月份的Long Put 24,600點 你見水位很近的 沒有什麼的 純粹是因為這個星期四 旗子結算 通常在旗子結算之前 市如果單邊升得比較厲害的話 有沒有一個比較明顯的回討 在旗子結算之前大約兩三天左右的情況 不排除有機會出現一個略為少許的回討 我純粹是搏這回合 我不是亂搏 估計它會有機會在旗子結算日之前 略為回討 可能都是找一個短線的所謂的支持位置 穿了這些位才會搏 我選了上個星期五的最低位 24744一穿這個位 就逐張Long Put 24,600點去搏 因為臨近結算 時間值很低 期權金很低 就算輸了 不欲痛 純粹是這樣去搏 第二種情況就是 如果市真的強勢 夾上去可能殺多少少牛症 穿25,000點的時候的情況之後 市沒有力 再回到穿24,900點 那時候才做積月Long Put 你見跟第一種情況不同 第一種情況就是 穿了某一個位置 我覺得可能星勢已經圓圓絕結 才是Bodlong Put 但相對來說數位比較低一點 第二種情況就是 向上穿了某一些大位 例如25,000點 我相信都是一個目前來說 其中一個比較多人說的大位置 而那裏做紅症的街坊量都比較多一點 殺了那些 再回下來 你見到沒有向上的動力 先去搏 水位又略為多一點 這樣去做Long Put 第三種情況就是 等大市升到你見到黑色間至25,100點 至25,300點 這一個位置的話 見到都沒有回吐壓力 即是沒有穿24,744點 又沒有穿24,900點 一直夾上去 夾到上去25,100點 至25,300點 左右的位置 這個位置是接近上年9月4日 25,300點的高位 這個位置 又是另一個比較明顯的 就是要做一個阻力 當靠近這些位置 如果一直夾上去沒有回吐的跡象 我覺得這裏就開始真的可以去考慮直撥 去做一些Sort Call的動作 Sort Call的話 選擇下個月份 即2月份 26,200點 為甚麼呢 選擇26,200點 沒有的 從事26,200點 是一個比較明顯的 大一點的位置 躲在一個大一點的位置下一個行駛架 即是26,200點去撥 我覺得都比較安全 再加上 通常這些人的市場之前 這裡有兩個明顯的窗底 穿了恆子2433來講 就做一個叫做良人度升幅 就覺得市有機會去到大約26,000點的位置 同時間 這個Sort Call的話 我都是躲在26,000點後面去撥 但是良人度升幅、跌幅的東西 都是那句 其實我以前都做過很多種不同種類的Pattern 去計算過良人度升跌幅的準成度 非常性之低 我只可以說 如果你盲目地 純粹是靠過一些技術性分析的良人度升跌幅 去做一個入市速市和計算目標位的位置 我想你應該是很容易輸錢 所以基本上良人度升跌幅的 聽一下就算了 我純粹做差貿的作用 我不會很認真的 這樣 這個禮拜主要策略上來說 先說這一點 下個禮拜一再跟大家說下個禮拜的策略 這個禮拜五我家有些事 可能休息我就不會跟大家再回顧了 但是風險來說 我覺得這幾個策略比較低一點 所以大家都不用怕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